哈囉大家好,謝謝你們點開這一部Youtube影片 今天是12月24號2021年平安夜 今天英國沒有想像中的平安 過去24小時有超過12萬人感染到病毒 這幾天英國處在風暴當中 我在思考自己應該要如何才可以好好活著 如果和我一樣是住在英國的人 也許和我一樣思考著相似的問題 在這個網頁上您可以輸入自己的postcode 就是郵遞旗號 可以看一下自己住的區域目前有多少人感染 我輸入我的郵遞旗號 每天都有輸入 前天是20個人 今天已經在我的周圍已經有236人感染 我知道有些人覺得我很神經質 有什麼好緊張的 但是沒辦法 我生活在英國 英格蘭 目前疫情真的不是很美好 我無法告知您 我無法告知您我的不安和焦慮 我只能藉由我的影片 1.1D的分享關於英國真實的生活 以下的內容是我在前幾個禮拜拍的 我目前已經接種了第三劑的疫苗 但是自己還是知道 不能大意 還是要非常的小心 出外我依然戴著口罩 這是我自己保護我自己的方式 因為在英國如果我生病了 是我需要自己獨自面對 自己生病的身體和心靈 我沒有把握自己能很勇敢的度過病毒 如果我不小心染上病毒了 所以我只能更加仔細的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 你連著我拜託 我會把握自己做的 你會再亂決定 現在你會累得對 然後討論的是我不得 Disability 被幫忙 或許可適無事情 你真心地 有空的消息 你一個順安補 可適無事情 有什麼樣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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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水果麵包 是我在英國過聖誕節的時候 最期待的食物 那剛才談到說 認識我的朋友 希望我 今年 可以 學習著釋放我的 壓力 也可以學習的 釋放我內心 許多傷痛的回憶 許多傷痛的回憶 很難 在 一瞬間就消失 因為當你聞到某一個味道 或是走在路上 聽到某一個聲音 就會想起那個回憶 那我想 看我Youtube影片的人 也知道我在英國 我 遇到的一些難題 正是我現在自己 需要去解決的 可惜 那是 我 也不是 永遠 你要 也不是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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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的圣诞节 直到现在 我的心情依然没有很平静 当人生活到一个阶段 收到葬礼 收到死讯 比收到结婚的消息还多的时候 就会知道死亡 离自己好像也蛮近的 那种感受 很难说清楚 但是自己知道 感受是不舒服的 我正在学习面对死亡 学习面对自己周围的人 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永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我永远闻不到他们的味道 这是我正在经历的人生功课 我正在努力的学会克服 面对死亡 我正在努力的学习